这位老师 我给大家叫黄雁华 主持人说 有个诗朗诵 八一军情 飘动着火湖的中城 那一声震撼大地的枪响 如今还在耳畔震动 那一夜激荡似海的潮堤 如今还在新潮奔涌 正义的武装 人民的军队 在枪杆子里面 如政权的宣告声中诞生 吹响了像一切反共势力宣战的号角 发起了当地旧世界的一次次冲锋 艰难跋涉 奋力抗争 前赴后继 流血牺牲 民族一致 在征战中淬炼 作国的信念 在军阁中凝成 一面火红的战旗 抖起了拔面的威风 一枪暴国的热血 描回了长心的头疼 八一军旗啊 八一军旗 在北国绍塔伊犁 在南江边陲 独动 在浩瀚里空闪光 在荡荡海里迎风 八一军旗啊 八一军旗 在人民心头烈烈 在诸国大域上升空 在时代朝头中凶起 在赶大硬仗里坚定 八一军旗 辉映着绿色的军阳 沿拎着青春豪情 招式着威武之师的灵魂 展现着文明之师的风景 八一军旗 还是那么雄伟 接负着世界和平的重任 八一军旗 还是那样鲜艳 鼓到着民族振兴的雄风 八一军旗啊 八一军旗 永远水利 永远群伐 永远危人 永远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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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活佛